裏面試業是我們其中3歲班的班房 我們總共有80個位置 在2班上、上午2班下午 每一班都有20個小朋友 面試的方式是分組 例如我們大一點的小朋友會是一組 小一點的小朋友一組 那些先生就會跟他們玩一下 家長也參與跟他們玩一下 看看他們的表現是怎樣 他們的聆聽技術會怎樣 他們的專注會怎樣 他們怎樣跟小朋友玩 他們的合作能力是什麼 這些全部我們都會在面試留意著 面試方面我們都不是著重說 他們的語言能力 其實我們都因為我們是IB學校 我們都會用一些IB element 去看小朋友 例如他的專注力 他是否是Caring 是責任的 他是否是一個Risk-Taker 是否是Open-Minded 這些所有都是IB element 我們先生都很注重看著這些 element 去評估我們的小朋友 我想要看時間 學校安排什麼時間給你 如果是早上的 他們的早餐的份量是怎樣 他們的甜度 早餐的甜度會不會過量了 睡眠夠不夠 如果是面試的時間 這麼不幸運 是放了他們睡覺下午的時間 在面試幾天前 可能他們要讓小朋友適應一下 那個時間或者把睡眠時間 退遲或者退早 這些是家長的功夫 那就要做 還有要了解一下 每間學校的面試 的情況是怎樣 例如我們有開放了一個 遊樂園 變成小朋友穿的東西 要比較舒服一點 家長穿的外套也要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他要跟小朋友在遊樂園玩 那麼就更加重視 也不要弄得他們太超級 例如在等待時間 你們有什麼事情要做 例如不要把小朋友打開超級 或者讀他們一個故事 或者教他們一些東西 讓他們可以輕鬆一點 然後到玩樂園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我們也會觀察家長的 即是那個典型的狀態 你的典型的方法 以及你怎樣處理小朋友 我們也是觀察著的 我們也有個典型的問號 給家長去填 看看家長選擇學校的理念是怎樣 或者他與否同意我們學校的任務 或者他預期我們學校會是怎樣 或者他怎樣去支持 他的小朋友未來的教育 那個方向 我們有個問號給家長去填 Auma Auma Ca 你們